材料 和大家做一个日式家庭 常常做的山姜豬肉 先把调味料混合 材料有味淋 日本豉油 酒 味噌 姜末 和糖 混合好后 加入猪肉薄片 醃5分钟 备用 洋葱和红萝卜切成幼条 葱切短 加油在锅中 开中大火烧热 加入洋葱和红萝卜白炒香 静起备用 在原锅中加少许油 下猪肉煎香 猪肉薄片容易做 烹煮时不用过场 然后再放入刚炒好的红萝卜和洋葱 最后下葱段拌炒 炒上少许油 炒上少许油 和黑胡椒 拌均匀 上碟后 按个人喜好 炒上白芝麻 就可以趁热享用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like subscribe share 和记得按着小铃铛 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影片 下集完 下集完